中国唯一的君臣和寺祠庙 汉昭烈庙 汉昭烈庙本是纪念蜀汉皇帝刘备的祠堂 现在却被百姓叫做武侯祠 这是为什么呢 诸葛亮去世后 蜀汉人民请求在成都为其修建祠庙 遭到刘善拒绝后 百姓们自发在刘备会灵旁 私自为孔明建造了武侯祠 直到明代初年 蜀献王朱春 以君臣一一体为友 把诸葛亮请进了昭烈庙至于殿东 关羽 张飞至于殿西 四川官吏更是将流程 诸葛瞻和傅谦也陪四庙内 到了清康熙年间 宋可法主持重建武侯祠时 又一与专四主义不合为由 在刘备殿后 建诸葛亮专殿 大体上也就是现在的武侯祠格局 武侯祠建筑群 分为汉昭烈庙 文臣武将狼 刘备殿 诸葛亮殿 三一庙 以及刘备慧灵等六部分组成 其中东侧文臣狼 以庞董为首 简庸 吕海 傅容 费一 董和 邓之 陈镇 蒋 蒋婉 董允 晴蜜 梁红 马良 成姬等十四人陪四 西侧武将狼 以赵云为首 孙前 张义 马超 王平 姜伟 黄忠 廖化 相丑 傅仙 马忠 张密 张楠 冯夕等十四人陪四 而法正 许静 刘八 李彪 张胡等五人则在清道光五年 被去掉俗相 刘备殿 东偏殿 为关于与梁子关平 文兴 以及赵磊 周苍等陪四 西片殿为张飞 与其子张包 孙张尊等陪四 诸葛亮殿两旁 其子诸葛瞻 孙诸葛上陪四 而惠灵具记载 为刘备 甘夫人 吴夫人等 夫妻三人和藏母